冯小刚在娱乐圈除了是导演身份之外,还是一名非常优秀演员,曾经还是台湾军马奖的演帝得主。 其实,冯小刚也经常在许多电影拍摄中表演过许多客串,而且演技也很棒,在这些电影之中最让人们印象熟悉的,便是冯小刚在周星史电影功夫中表演的是鳄鱼帮老大。 那几句经典台词,还有谁和还有王法吗?还有法律吗?居然获得很多人们喜爱,甚至还有人把这几句经典台词做成动画表情包,在网上广大流传,而且流传至今,冯小刚后来在做综艺节目时就谈起过这段经历,冯小刚说,当时在拍这场戏时,我有一句台词,也就是当那些警察看向我时,我得说一句看什么看,没见过这么帅的老大。 但我当时注意力有点不集中,所以直接把那句台词说成了看什么看,没见过这么帅的导演。 说完台下观众一片笑声,冯小刚才特别介绍了当时周星驰的反应,说,周星驰特别严肃地走过来,拉着我的手跟我说冯导演,不可以把心里话说出来。 冯小刚这才意识到自己把台词给说错了,可能是长时间习惯了导演的身份了,一下子要换成恶遗帮老大,只有稍微抖神就容易出错。 不过冯小刚在这功夫之中不断给自己加台词,他而且演技很溜,一下子就让所有观众记住了恶遗帮老大。 功夫之所以这么火,完全归功于星爷了,因为星爷追求自己作品都是很严格,假如没有星爷在一旁把关,功夫中的那些配角,估计很难有足今的知名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